华道受损 搭载游客的小车相撞冲出华道 事故造成三人死亡 25人受伤 其中两人重伤 事故发生后 当地公安医疗等部门迅速派员进行救援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记者今天获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新发布的第47号公告 从9月1号起 人们普遍关心的年终奖个税计算方法将有所调整 过去存在的年终奖越多 税后收入反而越少的情况将不再出现 假设小张今年12月获得的年终奖为18000元 小王年终奖为19000元 虽然多劳应该夺得 但是按照旧的计税方法 两个人的工资是用不同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经过计算 小王的税后收入反而比小张少了260元 出现了多劳少得的情况 针对这种现象 国家税务总局的47号公告 重新调整了年终奖计税方式 按照这种计税方法 要先将小张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18000元 分摊到12个月得到1500元 按1500元乘以试用税率3% 减去速算扣除数0 得出应纳税额45元 再乘以12个月得到最终纳税额540元 小张的税后收入为17460元 照此计算 小王19000元的年终奖需要缴纳个税640元 税后所得18360元 比小张多了900元 实现了多劳多得 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 产生以上问题的根源实质上是一个数学问题 问题出在税率表中的速算扣除数 现在为了体现公平性 并且提高百姓勤劳致富的积极性 从9月1号开始 对于个人年终奖将按照新的方法计税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对每一个纳税人这样的计税办法 只允许采用一次 未签拉面的古汤门事件 今天终于有了结论 未签拉面的首次公开承认 使用食品添加剂猪骨汤精做汤底 并且向消费者致谢 未签公司这样解释了汤底的制作过程 汤底所用的猪骨汤精 主要由猪骨熬制浓缩而成 再按照日方独有的工艺流程 调味分装成未签千味汤 统一配送到各地的未签拉面门店 在门店将未签千味汤 对质还原为猪骨汤底 未签公司还向消费者道歉 称误读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营养成分评价报告 并做出不当表述 引起消费者对骨汤汤底成分 特别是钙含量的困扰 此前汤料含有丰富营养 一直是未签拉面的最大卖点 其官网和门店菜单宣传语均称 汤底由纯猪骨熬制而成 富含钙质 一碗汤的钙质含量是牛奶的四倍 普通肉类的数十倍 网羊补牢为时未晚 希望我们看到企业更多的 对消费者的诚意和歉意 好 接下来看一组国内外热点 保大人还是保胎儿 生死选择令人唏嘘 八月初四川的刘建梅遭遇车祸 半身结胎 急需手术治疗 否则将面临终身结胎 但她当时怀有身孕 手术很可能伤害胎儿 进退两难 小刘依然选择先保胎儿 暂缓手术 就是说 扔个包都把它包下来 因为我老婆已经走到水 走到后就已经 就是 这么说了 还是先给他们家 留个苗苗 留个苗苗以后吧 我还有个期望 医生说 高位结胎会影响神经系统 但不会中断胎儿供血 只要不出并发症 顺产很有可能 一次选择 期待两个生命的奇迹 晨练并不稀奇 但河南商丘一对夫妇的晨练 却总是引起围观 今年三月以来 商丘梁园区城管局的副局长 宣静杰 每天跟妻子晨练时 不忘实解绿化代理的拉击 当时人们不知道她的身份 都称她为接近哥 你就是晨练 你看你看 马上你给你一圈走下来 我们回来看 没有别的什么目的 就是净化环境 自己端然是你 身份曝光后 有人说她是作秀 不过陶军是你